大家好,欢迎收看当时机 很多人做花椒油都是直接下油锅炸 这样做出来的花椒油会发苦不够香不够麻 控制不好油温的话,花椒的麻味会很容易挥发 今天就分享一个制作花椒油的小技巧 首先碗中放入30克红花椒和10克青花椒 然后倒入清水,把花椒表面的灰尘清洗干净 洗净以后放入漏勺中沥干水缝 然后放在竹垫上彻底的晾干 锅中放入200克玉米油,烧至冒烟 花椒已经晾干水缝,放碗中 倒入烧好的玉米油 把花椒油放入蒸锅,盖上盘子防止水蒸气滴落 然后盖上盖子,开中火蒸20分钟 时间到将花椒油取出来,用滤网过滤一下 过滤出来的花椒放入锅中,加一点花椒油 开小火翻炒,将花椒的香味彻底激发出来 炒的时间不要太长,否则容易发苦 时间大约30秒左右就可以了 时间到,把花椒再次倒花椒油里 这个做法可以使花椒的香味和麻味 充分的溶解在油里面 一定要先蒸后炸,这个顺序不能颠倒 做好的花椒油拿来烧菜,拌面,做蘸料 口味都特别的棒,而且非常的经济实惠 这个做花椒油的小技巧你学会了吗?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Mua Mua 谢谢观看